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8x除以4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8x 这个8x的意思呢 就是8乘以x 那再来后面要再处理这个除以4 那什么叫除以4呢 旁边的笔记栏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除以4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叫除以1分之4 除以一个数呢 相当于是乘以它的导数 所以就变成乘以4分之1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 这个除以4呢 就把它当成是乘以4分之1来看 那回到这个题目来 这边有一个除以4 除以4呢就是乘以4分之1 这样来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会变成8乘以x乘以4分之1 那这样就简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就变成数字先乘 乘完之后再跟x来乘 所以呢就会等于8乘以4分之1 然后再乘以x 那大家还记得8乘以4分之1要怎么乘吗 你可以把这个8呢 看成叫做1分之8 1分之8乘以4分之1 那这个4跟8可以约掉 通通除以2 那所以呢就变成是 这个1分之2 就是2楼 2乘以x 2乘以x呢 我们就写成2x 请注意不要写成x2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写前面 这样才不容易搞混 旁边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9x除以3 什么叫9x呢 9x就是9乘以x 那什么叫除以3呢 除以3就是乘以3分之1 所以你的题目呢 就变成这样 好咯 那这时候呢 因为都是连乘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 数字先把它乘起来 9乘以3分之1 再乘上x 这个9呢 可以把它当成是1分之9 所以3跟9就可以约分咯 所以呢前面算出来 就会等于3 3乘以x 我们就写成3x 不要写成x3 因为呢 数字要写在英文字的前面 这个题目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就下期待 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